我是特别等这个发布会 我全程把这个发布会都看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发布会呢 我是在九点半的时候 在网上突然发现 这个联合早报登了一个 说官方的结论公布 它所有的要点全部都已经登出来了 我说这个发布会还没开始 我赶快再去看这个直播 发布会的直播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 还没有坐上去 大家都是还是空椅子 我说这个还没有开始 它就已经报道了这个结论 我再回去找这个报道就没了 这么快 对 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没了 然后我回过去再看的时候 后来我发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 最快的就10点03分 就已经全部都把这个结论发出来 当然这个是官方事先已经通报了 这个很清楚 另外一点呢 它这个发布会呢 是所有的官员全部都是照本宣科 没有人介绍 所有的记者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 然后就别人是不能提问的 最大的 所有网民 最怀疑的事件 最大的疑点 大家最质疑的事情 一个问题都没有问 什么他们也不 当然也不会回答 所以这个中国民众对官方这个说法 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 有些什么疑点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很多人在网上 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反馈 那么我觉得就是 从反馈的情况来讲 应该说绝大部分人 我几乎没有看到相信这个的 就绝大部分都是不相信 说这个怎么可能 那么也有的一些所谓业内人士 他说28号发现尸体 然后你不可能从28号开始检测 对 那你可能要过一两天 开始做法医鉴定 那么这个法医鉴定 短一点吧 一两个星期是需要的 如果是正规的法医检测 像这个案子这么复杂 需要一个月 DNA配对的话 对啊 你怎么可能在几天之后 就已经得出结论了 所以这个人是自杀的 所以这个从法医角度 他们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么那有的人呢 他们也就做一些试验 说这个鞋带能吊死人吗 对 那么这个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视频 很多他是上去就断了 各种各种形式 我是看到有一些中国的网民 亲自就把自己的鞋带剪下来 绑在一起 很结实 好像 对 很结实 上去一挂就断了 几个人挂都是断的 我是看到这样的事 然后还有的网民说的更有意思 他说他们看到国内媒体报道 说是在这个12月2号 因为他是那个是在那个一个粮库嘛 对吧 中央储备粮的粮库 那么有一个中央领导 到这个粮库来视察的 然后他来视察 那么多人在现场 山上吊个人 没人看得见 他说怎么可能 他说你造假 那么造的像一点 你中央领导人来视察 你们不看一看 林子里头有没有人吊着吗 这看不见吗 所以说这个假造的太狠了 所以有的那个网民说的更有意思 他就说 其实啊 说这个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是你服不服的问题 我就说他是自一的 你感觉不好怎么样 所以很多时候 我只好信了 怎么办呢 反正你就这么说吧 我不信 你就这么说 所以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我相信在中国大陆啊 应该说绝大部分人 他是有很多很多疑问在的 当然当然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网民 这个做的直接试验 因为他这个公安部 公安部门的说 他的是自一 就是这个 自杀 一调 就是距离这个墙啊 五米多 五米多大概三个人高了 对不对 有三个人那么高了 那这个然后又如何如何 他调的那个树枝离地面有4.6米 这个这个 他怎么爬上去的 怎么掉的 这个东西都都很多很多疑点 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疑点 就是 其实之前网民已经传了 他失踪的时候 他穿了一个白色的T恤 对 然后外面套了一个外套 这个外套就是一个运动服 前面是带拉链的 结果发现他的时候 警方也讲了 警方没有讲里面那个T恤 有网民说那个T恤是没有的 不见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的外套是反穿的 也就是说他的前面是朝后面 而且拉链还拉起来的 网上就有网民做这个测试 我看的是个医生 对 他说我是学临床的 他人死了以后是僵硬的 他手伸这样直的 他说你试着给我正穿 我的衣服穿不穿进去 真是穿不进去 观众朋友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你把手伸直 叫另一个人给你把你的衣服正穿穿进去 那种外套是穿不进去的 唯一能够穿进去的就是反穿 也就是说这个视频从另外的侧面证明了 对 这个衣服穿上去是他僵尸以后 没错 他能这样穿 有人穿上去 有人帮他穿上去 而且如果不是医生说的 我们一般的不是医务人员都忽略了这件事 对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我只想到 他的手难道那么长能够拉自己的拉链 我根本没想到这个医学的这个问题 那个医生就专门做了试验 我也看到那个片子了 对 像这一类的 就是中国民众所有的这种怀疑 在这个新闻发布上面 没有任何设计 他们而且他们赶快 整个发布会 这个介绍那个介绍 这个介绍那个介绍 介绍完了以后 三四个记者 都是他们自己的记者 提问完了 打包赶快走 前前后后不到45分钟 全部加钱不到45分钟 非常快速 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当天这个 他不光是 这个有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提出来 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 中央电视台或CCTV 去直播一个少年失踪 或者是怎么一个 自杀的案子 我们从来没见过 说实话这个 从来没见过 年轻人 少年人和青年人失踪 他确实是非常可疑 因为以前在中国失踪的 都是儿童 婦女 都是被卖了 但是年轻人为什么失踪呢 因为他器官正好合适 第一个是十多二十岁 器官已经发育完整了 功能齐全了 但他还没有到年龄大 还有一个功能还没有开始减退 或者也没有一些疾病什么的 所以他是最合适的 这一批人的器官 这一批人失踪 确实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 就像这次胡新宇 刚好就是这样一个条件 他十五岁嘛 不到十六岁 这个关键问题是 就是所谓的981工程 那个听起来 这个大家可能有点奇怪 他说器官移植呢 因为是要花钱的 刚才那个王鹤也说了 他说这些事 是原来在权贵当中的 其实这事实上就是这样 这个在中国呢 就是能够负担起这些 这个费用就是权贵 他们才有这个经济呢 你说中国有一个叫981工程 全民是981首长健康工程 这是要通过各种方法 包括更换衰老的器官 来延长这些官员的寿命 中国高官的寿命 平均差不多是90岁 现在你看这次清廷犯害 死亡的都是107、101、98岁 都是这个普遍 他们这个工程呢 是希望延长到150岁 也就是说呢 很多高级官员呢 退休之后的高官 他们通过就是器官移植 那个有些还换过 多个器官在身上 比如是我们这前置 大家都知道 全国文联那个前党书记 高占祥副部级嘛 时候他的追到他的文章里面 就直接透露 就身体是很多零件 都大部分都不是他自己的 就是说但器官 换器官以后要 就是要做那个排斥的定期注射 抗排斥药 就是降低自身的免疫系统 对外来这个器官的排斥 换句话说呢 最好是把他自己的免疫系统 免疫力降到零 等于是这些人呢 他几乎没有什么免疫力 无法在有病毒的这个环境里面生存 就我们看到香港最有名那个 牛连熊他换过器官嘛 他出去啊 都是保镖带的 都是卫生纸啊 各方面都是那个要求特别高的 所以就说所以有专家说呢 中共这次不开放啊 就是不搞与病毒共产了 就是要照顾这一批人 他们不在乎老百姓 而在乎这一批中共权贵们 就是说这一批人呢 是中国共产党的 支撑中共国的核心成员 所以到后来呢 不在清零是因为经济垮了 崩溃了 然后呢病毒事实上已经扩散了 挡不住了 所以就也就放开了 现在为什么中共这么紧张 就像这次这个新防波 也是像是来灭火的 对 因为这个事情一旦被暴露出来 而且大家知道 我们这些人的命 有可能任何期望会被拿去 去延长这个 这些中共领导命的时候 那真的应了中国人 现在那句很什麽的话 人框 那你不是人框是什么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民众他一定会起来反抗的 对 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政权 我不能让他存在下来 否则对每个人 都可能是一种威胁 对 这也是因为这一次 胡新宇这个案件 让所有的中国人 这么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